他买的是鸣鸣啊,这鸣鸣并不是很贵 谁捡着贵的买,买就得买便宜的,对不对 就会说,卖主就跟他说,只会说两句话 两句话 一句话是,你拉他的左脚,他会说 你好,你好 这就叫一绝 一拉他的脚,他自己就说话 拉他右脚就会说 再见,再见 你瞧瞧,又会说你好,又会说再见 你找找这别的鸣,他就没多少有这样 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 买什么的,你绝对 我来了,登登左脚 你好,你好 登登右脚 再见,再见 多棒吗 这鸣成的叫好鸣啊,这鸣 陆平玩了一碗 我说,行 我两只脚,两只脚一起拉,不怎么办 哎,别说 陆平一想,哎,真的好啊 我两边一起拉 一顿 那鸣嚷起来 怎么说的 吓死啊,你想把我摔死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合著不只会这两句 还会别的呢 呵呵呵呵 tune 藏不露啊 嗯 所以说错了吗 大家谁知道贼呢是谁啊 有没有人知道贼呢是谁啊 真理解到啊 听客傲能 comun态手 哎哎哎哎 爱人知道还谁知道 两位三位 有几个吃了 哎呀 四位五位 才五位啊 嗯 这这知道的人不够多 对我们太缺乏了解 嗯 其 gar 家是邦偉的邻居 常常跟我经常有一些互动 这个凡是不知道基尼这事 一定要把基尼是谁也了解清楚 他这个事情是已经是成了典故了 不然不能算 你就听我们电台 你记不说基尼家的农人 你马上就练了一串的故事 都是他的 这么说吧 基尼呢也非常羡慕路平 他就拿一下去买之音 你看也去买一页 到拍卖市场去买 你看这样的话 可以买便宜的 这玩意儿拍卖市场 那就是谁出的价高 英武给谁是不是 结果就一只英武 这经理想想 怎么着 500块 500块 买一只英武 有点贵 那边有人叫 501 你想想他挺较劲 多一块钱就卖给他 怎么着 他买了吗 1000块 够咬牙的 1000块钱买一鸟 那边说了 1001 嘿 你说这玩意儿 跟我交上劲 两千 两千 这回得了 谁还买啊 2000块钱买一鸟 谁买啊 对不对 2001 还真叫啊 好家伙 多精灵 三千 三千 这回打住了 打住了 这回 谁 三千块钱买一鸟 三千零一 呦 还真叫劲啊 这一路就叫上去了 啊 怎么着 好家伙 这鸟身子多多神啊 要那么多钱啊 最后 鸟叫到一万块 一万块钱买一鸟 啊 哎呦 终于那边没声音了 这这这这 甭说花了多少钱 这玩意 在座 谁谁谁 谁愿意花一万块 买只鸟鸟的 就是啊 你看谁花一万块 就愿意买一年了 你说啊 没有 都不说 愿意花 我现在下次造只鸟鸟给你 好嘛 哎呀 结果买下来了吗 买下来了 哎呀 太真吓得血本了 哎呀 机密有点紧张啊 紧张什么呀 一万块 啊 一万块 买只鸟 啊 他就问了 拍摆啊 就是啊 老板 啊 这鸟鸟 这鸟 他能说话吗 啊 要买一鹦鹉 花一万块 他不会说话 你买他干啥呀 对不对 这老板说 说什么呀 能 能 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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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行吗 刚才跟你叫价的 就是他 好啊 好 这鸟也太厉害了 值一万块 好家伙 那这鸟后来去哪知道吗 这上哪去了 后来父亲节 这个父亲节 这个鸟鸟 买到这鸟挺得意的 哦 好像虽然贵的 好像不应该叫价 是太贵的 太绝了啊 这鸟呢 就特快专递呢 送给他父亲 给他父亲玩玩 父亲节 父亲八十多岁 哦 给他父亲去玩玩这鸟 孝子啊 这个小孩都记住了啊 中华文化父子子孝 哎 啊 孝百善孝为先啊 没错 祝母养一辈子 就长大了 一定得这个最好的 嗯 要给父母 没错 哎 一定要这玩意儿 就记到之后 就记得给他父亲打电话 啊 怎么说呢 啊 爸 嗯 那是鹦鹉 怎么样 就是啊 高兴不高兴啊 这玩的怎么样呢 他爸就说 嗯 说 呃 还不错 嗯 不错 味道还行 就是肉少了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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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吃了 少了家伙 这玩 这一万块买一点 你给吃了 你这就 嘿 嘿 嘿 哎 我送礼物啊 说明书要写清楚 哎 对 说清楚 哈哈 一万块 嗯 这这这 买什么不好